房屋直接泡在大水中 民眾在強風中連戰都站不穩 颶風菲奧納24號侵襲加拿大東部地區 雖然減弱轉為後熱帶氣旋 但威力仍具破壞性 遭狂風暴雨扯斷的電纖桿不斷放出火發 造成諾瓦斯科西亞省約有41萬用戶無電可用 沿岸地區風浪強大 岸邊全是房屋殘骸 道路同樣遭洪水淹沒 加拿大當局緊急向諾瓦斯科西亞省 和愛德華王子島省發布緊急警報 讓民眾待在室內不要外出 根據BBC報導 為了作證國內防範風暴帶來的進一步威脅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將取消原定前往日本出席 引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國葬 CNN報導指出後熱帶氣旋 菲奧納將持續夾帶強風豪雨往北前進 民眾人應嚴防注意 端倡新聞四条報導 MINGSTREAM 多謝